亲爱的小伙伴们,你喜欢24K的镀金跑车吗? 电影画面中的车辆每一个都价值过亿美元 看着一辆辆霸气侧漏的黄金战车行驶在路上 简直就是行走的提款机啊,黄金跑车 这是一辆我在废品站花费五毛钱 重金收购回来的兰波金尼跑车 如果不是在金钱的诱惑之下得到它 我很难想象接下来它会是什么命运 既然已经被我收入囊中,那就让它彻底绽放光彩吧 拿掉破碎的前挡风玻璃后,拆卸下底盘的腐朽螺丝 在翘开之盒的那一刻,整体看起来修复率在80%左右 紧接着取下保险杠,卸下一条条轮胎 这么艰巾的任务,果子哥我是信手拈来啊 最后把内置的超级拉松双排驾驶石拿下来 看起来已经没有往日的风采了 看来等待果子哥的将是一场高技术体验啊 用防径电美容捏子把中控台取下来 别的零部件同样一个个拆卸掉 当然秀气斑斑的无边逛车门也不能忘了呀 这就是整辆车的所有配件啊 你觉得它能够胜任黄金战车的打造吗 除去的第一步,我打算从车壳做起 吨上万能清洁放墨 再掏出电动旋转毛刷,给它来个果实死怕 这么高级的服务,果子哥我也是杀费苦心啊 随后再来个露天淋雨 你还别说,这效果真的刚刚点 怎么样,大变样了吗 紧急着进入真空除锈车间 在高压脉冲式喷杀枪的作用下 车壳的真实面貌终于展露出来 而此刻,它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为了能够成功把黄金战车做出完美的效果 果子哥不卖力不行啊 这就是车壳最初的颜色了 马上开始新一人的打磨吧 请出自由旋转按摩仪 对其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果实搓废 轻松去除表面的碎屑 再次换上高强度金刚砂质进行深度抛光打磨 这次的效果已经有点闪亮亮的感觉了 随后取出无极变速高光打磨电钻展开提亮行动 只要我用手经过的地方立刻万然一息 最后的成品绝对可以用光滑如镜来形容它吧 至于其他的零物件 我请出祖传的果式雏锈机关箱 把一堆配件放入托盘内 让它们一个个沉浸在水箱里面 静等五分钟后 再次利用高压水箱一出席 它们沉浸的面貌马上呈现出崭新的颜色 下一集中 我将对蓝波基尼跑车喷起上色 将它顺利打造成黄金战车 敬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开始为散亮的车壳打造黄金车衣吧 和24K的黄金金块 放入耐高温的五菌烧杯 在密质溶解水的帮助下 金块逐渐化成液态 颜色有浅变深 而最终的橱色就是车壳的外漆 最后倒入村口老大爷的烟斗内 考验丁的时候到了 高精准度的挥洒让车壳一点点发生变化 黄金的颜色不是一蹴而就 我要稳住阵脚 确保黄金液态期能够依附在每一个位置 为了能够一丝不果的完成这项检举的任务 我自个我的手臂都要酸了 此刻有没有一种灰金如土的感觉呢 心疼我的24K黄金啊 现在来看一下效果如何吧 哇哦 我都有点期待成品的样子了 这是果子哥独家调配的黑色车漆 仿佛不变色 接下来对着高级皮质座椅 奢华的内衬板 尾如泰山的底盘 来了个熏黑式的处理 保证让其惯然一新 随后对其进行360度秘密包裹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倒露出来的位置 我要对它进行新一轮的上色 没错 依旧是24K土豪金的搭配 奢华感的营造 相信果子哥 我是专业的 底盘内置的黄金发动机 简直就是耀眼的存在啊 连接杆的安装 确认安全后 拿出独家打造的炫酷轮胎 一个个高级防茂胎 归出原位 以后再也不怕 辽美时中途掉链子了 即使时速200码 车身照样不会飘 果子哥算是下雪本了呀 现在正式为我们的黄金车壳 装上一体成型 高速缓冲玻璃 一前一后 绝对是拉方的存在呀 分手换上后视镜 开启车门 装入内心板 随后把前脸打造好 紧接着 后尾真的嵌入外观 基本成型 这时将方向盘 装在东控室上 一看就是爆发户的象征啊 在放入驾驶室的那一刻 真的是太酷气了 全部把高级真皮座椅安置好 它简直就是撩妹的专属呀 当底盘和外壳合二为一的时候 用强劲加固螺丝上紧 后保险杠紧随其后 装上拉方的排气筒 贴上后视镜片 最后夹上车牌 大功告成 滴滴滴 二 如果此刻 一个热爱改装车的玩具爱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